你採購了4萬劑 你們每人每天篩 你可以用6個月 然後一支59塊 然後呢 一般死老百姓命比較賤 我請問41塊誰賺走了 賺去哪裡了 民進黨政府用這樣的策略 實在太可惡 真的可惡之急 難道 政府跟人民不應該同舟共計嗎 當老百姓一劑都求不到的時候 你們有4萬劑放在你的庫存裡頭 讓你慢慢篩 我真想罵髒話 你秘書處用共同供應契約 採購了4萬劑 對不對 你說你們的員工 各機關各單位都是自行 用共同供應契約去上網採購 對吧 目前我們府內的政策是這樣子 衛生局呢 採購的是給老百姓的 你們採購的是給市府職員的 剛剛算了一下 如果你們是200人 你採購了4萬劑 你們每人每天篩 你可以用6個月 然後一支59塊 我就很納悶啊 我們不是在媒體上看到 政府已經徵用了快篩試劑嗎 徵用的意思 在字面上的意思 就跟我們當初口罩一樣 你生產了以後 你就全部通通都被政府統一管控才對 這叫做徵用 結果現在 到底徵用多少啊 如果已經被政府徵用 為什麼你們還可以透過共同供應契約 然後每個機關自行去採購 那表示什麼 表示很多生產快篩試劑 或者代理快篩試劑的廠商 他的庫存或快篩試劑並沒有全數交給政府來統一分配 那這樣的問題很大 怪不得 有錢人命比較值錢 有錢人就可以透過這些管道去買到快篩試劑 可以每天篩 然後一般死老百姓命比較賤 所以我們就必須聽政府講的 我們要乖乖的按照身份證 你是單號還是雙號 然後你到藥局去去那邊排隊 然後你們剛剛講共同供應契約 一支59塊 我們買一支100塊 我請問41塊誰賺走了 賺去哪裡了 可以告訴我們嗎 所以公務人員命比較值錢 他可以每天篩 然後一寄59塊政府出錢 然後老百姓命比較賤 所以呢 我們要自己去排隊 跑了5家跑了10家 還不見得買得到 然後一個排隊要排3個小時4個小時 不知道 我們還要一寄100塊來買 你們天天都可以篩 弄到6個月以後 你們可以高枕無憂 然後老百姓呢 聽天由命 自生自滅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你們可以採用其他的方式 分流辦公 很多企業界都是這樣 可是你們用這樣的方式 我真的覺得 到底徵用的比例是多少 還有多少的這個快賽事記 是在市面上可以用 錢就買得到的 然後到底是多少錢 有錢人就一定買得到 是不是 沒有錢的人只能這樣 望天星探 是如此嗎 民進黨政府用這樣的策略 實在太可惡 真的可惡之急 是這樣的 我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共同公益契約 大概在2月初的時候就 經過台灣銀行 就是已經上架共同公益契約 主要有分兩大塊 一大塊是 95塊的 一劑95塊 那它是進口的 比如說像 你不用講了 我已經知道你要講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宣布要徵用之前 你們就已經上網公告招標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就要講啊 難道政府跟人民不應該同舟共計嗎 當老百姓一計都求不到的時候 你們有4萬劑放在你的庫存裡頭 讓你慢慢塞 我真想罵髒話 你們難道不能夠釋出來給學校的學生嗎 還有多少孩子沒有塞 沒有打疫苗沒有塞 疫情就是這樣子傳下來的啦 你不做控管 你就要以塞代格 結果是 貿然的開放這個政策 那你開放的也就算 你要有足夠的疫苗 足夠的快塞四季 你讓老百姓可以取得 結果呢 官員高枕無憂 老百姓呢 自生自滅 在講什麼社交距離APP 根本都是騙人的 4月18號禮拜一 一群人12個人吃飯 到了禮拜三開始陸續身體不舒服 11個人裡面禮拜五禮拜六都確診 都經過快塞PCR都確診 然後呢 也都已經通報 魯力委的這個助理 還在禮拜六的晚上9點鐘 他還上去這個app里頭去看說 他到底有沒有跟確診者足跡重疊 或者是跟他距離幾公尺 他自己本身就已經是確診者了 結果上面跟他說 沒有 你沒有跟任何確診者足跡重疊 真是笑死人 所以這個app有什麼用 這個app一點用都沒有 那你如果等到是你做完疫調 對確診者做完疫調 那已經多久以後的事情了 現在連蛤蜊書都發不出去了 還要做疫調 現在已經不做疫調了不是嗎 所以這個app是騙人的 是安慰劑 有打沒打都一樣的 這是騙人的 可是你不能把防疫措施 用這個來作為一個你的防疫措施 那台灣市政府真的笑死人了 所以防疫的重要措施是什麼 當然是篩檢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源源不斷的試劑 你可以讓他每天自己篩 就可以免除掉一部分的憂慮 當國外可以政府出錢 通通免費的時候 我們官員採購一支59塊 我們老百姓買一支要100塊 天理何在